世紀先生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芝希 哇 這我也不知道耶 應該有可能 因為有時候是可能會觀眾投票 就是復業 或者是復軍 或者是 業君 所以就是觀眾投票看比較喜歡哪一個 所以我們就可能會往那個方向走 好像有一點耶 沒有那麼的天兵 跟沒有那麼的白目 但其實表情包或者是可愛的部分 哈哈 自己說自己可愛 就是看我 可愛 就是有一點相像啦 就是滿本色演出的 但因為我一開始在演的時候 沒有那麼的外放 沒有那麼的活潑 但製作人就會跟我說 妳要再活潑一點 妳要再可愛一點 妳要再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我就把它放到最大 哇 真的是 會先看一下情況 如果對方是已經結婚有小孩 會努力的勸阻他說 千萬不要做傻事 真的不會有好下場 那拍到目前妳有沒有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 印象最深刻的一場戲 應該是 就是戲裡面的招待說 然後跟大夫一起疊下水 然後被抱起來那一場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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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拍的過程滿有趣的 然後因為我們 在排戲的過程都會邊拍 然後邊想一些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大夫也會給很多很多有趣的梗 比如說抓他頭髮啊 然後一起疊下水啊 我覺得是滿好笑的 然後因為導演有拍一些逆光 就拍起來又好笑又唯美 我還滿喜歡那一場戲 可以劇透未來的劇情嗎 我自己都不知道 我來預測一下好了 因為現在我已經發現我自己喜歡大夫了 但大夫其實還對惠君沒有感覺 但我覺得他漸漸開始發現 因為惠君就會有點想要遠離他 然後他就想說你幹嘛一直這樣遠離我 他就開始發現自己真正的心意想說 我好像也不太能沒有惠君 然後反正就是會有一些愛情的糾葛 謝謝大家